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想到了一系列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这个话题的起因是因为一条新闻 这个新闻是什么呢 是上个礼拜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城市的市议会 就全票通过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是说什么呢 是允许整个城市从凌晨三点就开始可以播放伊斯兰教的祷告 一天要播放如此 全年无休 那么整个城市的公共大喇叭 都会在这个期间从凌晨三点开始 一天五遍 全年无休 一直不断的重复他们的这个祷告的东西 那这个城市呢 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能够通过 他们还专门去修改了他们的噪音条例 因为本来啊 人家城市这个噪音条例是有要求的 就是你在这个黎明还有大半夜的时候 城市是不能放这种广播 因为大家都在睡觉嘛 但是因为穆斯林他们要这种全天后 从早上三点就开始播放祷告 有这样的一个请求之后 他们就修改了城市里的这个噪音条例 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地方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提醒一下哈 明尼阿波利斯这个城市是什么呢 是当时乔治弗洛伊德出事的这个城市 如果大家还记得 那这个就是点燃了整个全美国BLM 黑命贵这样的事件哈 那么这个城市呢 你可以看到 它是相当程度被左派的文化侵蚀的一个城市 那这个城市当然也不少像什么 同性恋LGBTQ这种游行的东西 就是完全基本上是走在左派控制的 一个全球潮流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哈 但是呢 有一个事情特别奇怪 就是伊斯兰教的教义 大家都知道非常极端了 他们的东西 其实是与左派提倡的这些思想 其实是完全冲突的 对他们是压迫女性 女人没有穿衣服的自由 脸全部都要蒙起来 然后只能给家里的这个老公看 而且他们是非常当成是财产的一部分 女人不可以有工作的自由 不可以上学 不可以开车 那他们完全禁止抽烟 吸毒 禁止喝酒 禁止堕胎 甚至他们里面 你是可以屠杀异教徒的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之前在那个节目里有讲了 你如果要看到一个犹太人 就要赶快把他给杀死了 对对对对对对 那伊斯兰教使用教义的严循俊法 是可以直接屠杀同性恋的 更不用说这些变性人了 所以左派支持的几乎所有的东西 伊斯兰教全部都彻彻底里的反对 甚至使用暴力的方式去执行 不管是女权主义LGBTQ之类的 都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左派还会支持一个 跟他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宗教呢 那说穿了就是能够让左派跟伊斯兰教徒合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 那这个敌人呢就是基督教 其实基督教被锁定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基督教在历史上原本就是被看起来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分支 一直到所有的人都发现 基督教对于人得救的观点跟历史上所有的宗教是完全不同的时候呢 就被这个世界锁定了更是被掌权者以及政府锁定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是以work或是行善 就是做善事为主 你要好好的做你就会有好报 就连天主教也是一样 只要你行善行圣礼 有罪的话买赎罪券你就可以进天堂 佛教道教犹太教甚至到基督教的异端 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也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基督教的教义却是完全相反的 认为说人不可能靠着自己得救 我们依靠着耶稣之后已经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行善 才有能力爱神跟爱人 我们做好事其实是为了让其他的人也可以看见神 可以跟我们一样一起得救 这个就是爱成就律法最好的解释 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我们才有能力靠着耶稣的爱去完成律法 这个道理是绝大多数的人以及宗教是不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个道理就表示说所有人做的事情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因为惧怕不能上天堂而做的善事 全部都只是在浪费时间跟浪费精力而已 也证明了所谓他们的先知 佛祖说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神的青睐是不合理的 而因为美国的国力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强盛 所以基督教的价值观传到了世界各地 在18、19世纪的时候变成全世界的主流 而基督教就被不想接受这些文化的变成一个掌权者以及论断者的这个面貌 事实上就是17世纪的时候 当基督教开始盛行的时候 全世界的政府都抵制过基督教 因为基督教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主张神权大于人权 所以被很多的假先知跟假教师利用成他们的这个政治的野心 像说中国的太平天国 日本的天草四郎 欧洲的东征十字军 还有整个欧洲以及美洲大陆这个猎屋行动 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历史 打造的印象就是基督教是在压迫人 而且反对基督教 抵制基督教 甚至杀死基督徒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是长有话语权的 那耶稣呢也告诉我们非常清楚 在约翰福音15章18到20节 我用的是新一本 如果世人恨你们 你们要知道他们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 你们若属于这世界 世人必定爱属自己的 但因为你们不属这世界 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所以世人就恨你们 你们要记住我对你们说过的话 仆人不能大过主人 他们若迫害我 也必定迫害你们 他们若遵守我的话 也必定遵守你们的话 所以其实呢 这个基督徒被世界恨物 或者是被其他的宗教等等等等这样恨物啊 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而且攻击基督教反而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事情 比如像越战的时候 拳王阿里原本的名字叫做Marcus Clay 家里一直以来都是基督徒 当时美国的南方的种族歧视 然后还有什么3K党 又以基督教跟这个希特勒做了一个一系列的扭曲的连结 然后他就公布说他成为伊斯兰教徒 而且改名叫做莫涵莫德阿里 他在公布了之后呢 是被这个世界支持的 是认为这是一个有勇气的象征 而且是反战 反暴力 反种族歧视 就算阿里公开的说 他就是一个黑人至上 而且瞧不起白人 而且支持种族隔离的政策 让我们来看一下 他讲这句话的影片 没有一个黑人在这个讧法 没有一个黑人的人在这个讧法 没有一个黑人在这个讧法 작은黑人在这个讧法 希望小组老爺和小组老爺 来娩娥丸子和小组老爺 来娩娩子和小组老爺 现在回复将你的祖子和婚子 或者叫小组老爺的黑人 黄菜的黑人 不 defined 我们不寻找 reliable 我们不买饭 在油混在血脆 和我们美丽的历史远的arsi故り We don't hate you We don't hate those of you who are white We just wanna stay black We love my color I just love myself 從60年代開始 放棄基督教 改信伊斯蘭教 或改信其他宗教 什麼佛教 你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 什麼好萊塢 什麼Jim Carrey 畫了一個佛陀 然後什麼什麼 他說我也拜耶穌啊 我也拜佛陀啊 我在這個地方冥想 所有的神都跟我在一起 各方面的東西 包括你現在看到瑜伽 就是大量的盛行 而且有很多基督徒 都開始去練瑜伽 但他們不知道 瑜伽就是敬拜 偶像的一種敬拜的方式 不管是你去敬拜其他的宗教 或者是成為一個無神論者 變成一個流行 變成了一個象徵 成為一個抵抗權力 抵抗壓迫 向往自由神聖的現代形象 再加上阿里還有Malcolm X 這樣經典的人物代表 只要反對基督教 就做什麼都可以 說什麼都可以 說自己是黑人至上 種族歧視 都是OK的 因為反基督教 就代表反越戰 反侵略 支持愛 支持自由的一個開端 所以當時不只是 伊斯蘭教有大量的黑人改信 而且美國的西平文化 也在當時竄起 所有的吸毒 女權 性解放 同性戀 全部都變成了一個 自由解放的代表 那問題就是 他們想要把基督教改成什麼樣子 他們想要把基督徒變成什麼樣的基督徒呢 就是在這個樣子的情況下 他們展開了一系列對於基督徒的扭曲跟洗腦 最明顯的就是 女性化基督教 在他們的洗腦下面 耶穌變成了一個什麼都接受 什麼都允許 律法不重要 基督的勇敢面對死亡 基督的勇氣面對法律賽人做的事情 基督徹徹底底的摧毀 撒旦扭曲聖經的事情 這些東西被很多教會全部抹去 變成了一個 不要講政治 這些東西是世界的事 我們只要繼續服從掌權者就好 他們希望基督徒全部躲在教會裡 一個星期只當兩個小時的基督徒 唱歌唱一唱 正教分離的懦夫 他們希望基督徒變成這樣軟弱的基督徒 而且不在意真理的基督徒 兩耳不紋窗外事 你們就做這樣的基督徒就好 所以他們對於基督教的改造 以及對於基督徒的洗腦成功了嗎 他們的目的達到了嗎 某層面來說 他們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不管是柔性化整個教會 1776年的時候的牧師 是在教會裡面講到 英國人來的時候 他們就拿起槍跟暴軍對抗的 這個Black Role Regiment 變成了現在沒有勇氣 凡事妥協 凡事交托 自己什麼都不做的教會 外加上成功神學的侵入 非常多的牧師把自己的教會 當成一個企業在經營 不只是普通的企業 而且還是個詐騙的老鼠會 各個教會開始不在乎個人的成長 以及在基督信仰裡面的成熟 只要教會變得很大 捐款變得很多 我們只要做善事 買午餐給流浪漢就好了 世界的事情我們都不要介入 教會裡面不要講政治 不只是這個樣子 還加上了扭曲末日的觀點 比如說世界爛是正常的 聖經上面都告訴我們這個樣子 我們讓這個世界繼續爛下去 反而是在幫主耶穌基督趕快回來 反而是在加速神的審判 這一切是個好事 導致教會現在完全扭曲了 因性稱义這個定義 這個樣子反而讓現在的教會 跟基督徒更失去了言跟光 更懶得去傳福音 現在很多的基督徒 不在自己讀聖經 不在乎律法 不分辨是非 很多的教會 掛上了彩虹旗 打上了多元 包容接納的旗幟 而且因為怕信徒離開 怕來聚會的人變少 更是怕奉獻會影響教會的收入 非常多的教會 牧者 基督徒 變得膽怯 懦弱 害怕人 而不是害怕神 左派吸收了各式各樣矛盾的組織 種族 信仰 他們讓同性戀 可以跟變性人做聯盟 再讓LGBTQ跟伊斯蘭教做聯盟 甚至讓伊斯蘭教跟猶太教做聯盟 這些完全彼此衝突的思想 信仰 主義 全部都可以合在一起 他們最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吸收基督教 而且徹底的抹殺真正愛成就律法 因性称义 跟隨耶穌的基督徒跟教會 這個世界會跟我們作對 在啟示錄裡面已經講到了 OK 世界統一的宗教信仰 最終基督徒 圣經還有我們的道德觀 是這個世界的最後防線 所以我們會被迫害 會被欺壓 甚至被屠殺 只因為要殲滅我們的信仰 那麼所以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在美國的一個城市裡面 已經變成了開始像中東地區國家 開始的這樣一個全殿厚的一個禱告 我們更可以看到說 就像你剛才講的很多 教會不敢傳講真理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怕人離開 所以就是大家都當一個好好先生 對吧 像那種有可能會引起衝突的 或者有可能會讓大家聽得不舒服的 或者有可能會讓大家不同意的 這種東西我就不要講對吧 哪怕現在公立學校裡面 小孩都是要變性 但是我們就可以說 哎不要講正事是吧 哪怕祷告 祷告也不要為這個祷告 他們可以找出一萬種理由 來不參與神國度的建設 他們可以找出一千萬種理由來說 哦這就是神要我做的事情 那麼我們接下來要前進的方向是什麼 其實呢在呃 約翰福音的二十一章 十五到十七節這裡呢 有一個讓我感覺非常感動的經文啊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想說 我們愛神嗎 因為神愛我們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明確的答案 但是我們愛神嗎 很多基督徒會說 哎我很愛主啊 我們也看到很多呃 傳道人跟牧師那更不用說了 如果他們能夠走上這個職位 他們願意服侍神一輩子 他們愛神 這個我覺得不需要懷疑 因為他們的確是願意向神奉獻出自己哈 但是在這裡 神告訴我們說我們要如何愛他 在約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節哈 耶穌問了彼得三次 你愛我嗎 他們吃完了早飯 耶穌對西門彼得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彼得說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 你餵養我的小羊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彼得說 主啊 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牧羊我的羊 第三次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 你愛我嗎 就憂愁 對耶穌說 主啊 你是無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餵羊我的羊 神在這裡說了三次 就是你愛我嗎 那我愛你之後 神的回應是 你餵羊我的羊 你牧羊我的羊 你餵羊我的小羊 啊 所以呢 彼得 聽完了主 對他說的這樣的話 那他有一個回應 他在彼得前書這裡呢 彼得就說到說 誤要牧羊 你們中間神的群羊 按著神旨意照管他們 不是出於勉強 乃是出於甘心 也不是因為貪財 乃是出於樂意 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們的 乃是做群羊的榜樣 我們愛神 我們的行動 我們的表現是什麼 我們要按照神的旨意 來照管 來牧羊 要做群羊的榜樣 神在這裡講說 要按照他的旨意 來照管他們 他的旨意是什麼 在聖經裡面講的太清楚了 神在這裡說說 不是出於勉強 是出於甘心 也不是因為貪財 我們不能夠因為財物的問題 我們不能夠因為說 好像怕人流失 或者是沒有錢進到教會裡面來 所以神的真理就不講 或許我們會擔心說 這些真理 這些人不願意聽 神說要牧羊他的羊 不要因為貪財 要樂意 那麼在這一節之後的 接下來的第八節 在這裡就給我們 提出了非常嚴厲的警告 說 勿要謹守 驚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 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重弟兄 也是在經歷這樣的苦難 彼得先說 要餵羊羊 而且是要按照神的真理去餵羊羊 之後在這裡就說 你們要知道 仇敵魔鬼 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在這裡告訴我們說 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他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重弟兄 也是在經歷這樣的苦難 所以我們要用堅固的信心 來抵擋魔鬼一切的作為 因為這是神給我們的托付 我們要按照神的旨意 就是神的話語 純純正正的道理 來牧羊 來餵養 來幫助 來照顧羊群 神的話語不可以有妥協 哪怕是用生命話來 一個字都不能改變 並且我們有義務 要讓所有的人都知道神的真理 那神也在這裡面清楚地說到 說我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 而且我們會經歷苦難 This is crazy 因為現在的情況就是很明顯 這個世界要什麼 這個世界要基督教就變成一個普通的宗教 要基督徒變得跟佛教一樣 就是在山裡面敲著沐魚 然後念一念經 世界希望把基督徒變成那個樣子 但是基督徒絕對不可以變成這個樣子 當我們把我們的信仰 我們對耶穌的愛 變成只是一個普通的宗教 大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的話 那耶穌在我們的心中就沒有任何的意義了 所以耶穌問了三遍呢 耶穌問了三遍彼得呀 我覺得這個不僅僅是說 對彼得之前三次不認主的這樣的一個回應 給我們的一個情形 耶穌問了三遍彼得說 你是不是愛我 你愛不愛我 你是不是真的愛我 所以這也是跟我們一個很好提醒 就是我們都說我們愛主 這個這個嘴上也可以說對吧 或者是我們真的有一些行動 但是神在這裡告訴我們 非常明確就是 我們對他的愛如何要來回應 我們如果真的愛神 你就要把神的真理 毫不打折扣的 而且建造心底的門徒來 去餵養我的羊 神呢最放不下的是什麼 就是你愛我 你愛我就去餵養我的羊 他知道這條路是不好走的呀 他知道這條路 或許你會面臨錢財的試煉 或許你會面臨其他人的指責 等等等等等等 但是神說你愛我嗎 你愛我嗎 你真的愛我嗎 你愛我就去牧養我的羊 所以呢 苦難一定會經歷 但是這些都不重要 別人的指責會有 這些都不重要 哪怕別人指著你的臉來罵你 往你的臉上吐厚水 這些全部都不重要 我們所有要做的只有一件事 就是要像以撒亞一樣 跟誰來回應說 我在這裡請拆遷我 我們要知道 今天這個訊息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OK 這是一個跟全世界宣戰的一個訊息 這是一個基督徒的獨立宣言 啟示錄上面寫的 我們一定會遭迫害 一定會被打壓 一定會遭屠殺的事實 我們的頻道常常在說美國現在的慘狀 但是說真的 美國現在的慘狀 已經是全世界最好的情況了 在這個地上所有的國家都已經淪陷了 要不然就是已經成為了一個集權的政府 要不然就是完全接受了左派的思想領導 只有美國還有教會還有基督徒在做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只有美國還在抵抗 但是啟示錄告訴我們 美國也會淪陷 美國也會被打敗 但是跟我之前的影片說的一樣 美國會淪陷 美國會被打倒 但是你家不用被打倒 至於我和我們家 我們必定侍奉耶和華 我們要看清楚我們的敵人 而且呼籲更多的人鼓起勇氣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隨耶穌 我們不能失去勇氣 我們不能妥協 啟示錄21章上面說的非常清楚 懦弱的人是第一個被丟進火湖裡的 越是艱難的時刻 我們就越是要去傳福音 越是壓迫的時刻 我們就越要剛強 看到格利亞站在我們前面 嘲笑著耶和華的名的時候 我們就要脫去屬於世界的盔甲 拿起神的石子 親自的走在這個戰場上 歡呼著萬君之耶和華的名 得勝再得勝 我們要依靠的 不是政治人物 不是川普 不是共和黨 而是我們跟神的關係 還有我們跟神的信念 今天這個新聞呢 也是給我們的一個警醒 在那個城市裡面的市議會可以全票通過 伊斯蘭教的這樣一個祷告 全年無休 一天五次從凌晨三點開始的這樣一個東西 在全城裡面播放 你是否還認為基督徒不要談政治 你是否還是認為說 市議會裡面誰進去都可以啦 對不對 你如果要說 市議會裡面進去的都是基督徒 這個東西會被全票通過嗎 我相信不會的 所以從現在開始 讓我們真正拿起神賜給我們的這樣一個權力 讓我們真正關心我們身邊的人 讓我們真正的關心我們的教會 讓我們真正的參與到我們教會的生活裡面 去建造身邊所有的人 包括你在你的家庭裡面 要負起你的責任 對你的孩子負責 然後對你自己跟神的關心要負起責任來 我們在生活的各個方面鼓勵你 都要作為一個真真正正的基督徒 好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大家有什麼想法呢 你看到這個明尼阿波利斯這個城市 現在開始淪陷了 不僅僅是成為了一個左派的大本營 而且更莫名其妙的是 現在這個宗教的東西可以在那裡一直在掌權 所以大家對這個東西有什麼看法 或者是你有沒有下定一個決心 就是從今天開始 我有被鼓勵到 我看了這個節目我有被鼓勵到 那我決定要做一些什麼呢 都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Ethan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Viv Michelo 我們在這里的結束 我們每次就去上班 這個沒有人討論